2023年10月1號 去年的10月1號 民進黨在仁愛國小禮堂 舉辦信賴台灣自由會 體育會後援成立大會 我想請問民進黨的朋友 這是體育活動還是政治活動 各位視頻朋友 你們看看 民進黨把選舉後援會 辦在仁愛國小 我們過去都沒有批評指責 都給予尊重 可是謝市長去參加體育會辦的活動 他只是來賓卻被抹黑成 他要把政治帶入校園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實的指控 基隆市議會國民黨團召開記者會 抨擊民進黨議員 對於體育會舉辦嘉年華活動 刻意抹黑 就完全被抹黑成 政治介入校園 甚至還要暗示要處分校長 我在這邊告訴民進黨 校長不會怕市黨的主位 校長怕的是被民進黨秋後算帳 各位市民朋友 我想從這邊講我們可以再次看到的民進黨這種雙標的性格 凡事都是你綠能別人都不能 我想這種惡質的政治文化如果再蔓延下去 將會重大影響臺灣的民主以及社會的安定 他們這些教育界的人員 比如說這一次的我們的提供場地的新一國小來講 他經過我們一些議員這樣提出來 提出他們不同的辦法 他們會心理上會造就很大的壓力 因為變成他們也是依據正當的程序來接受 他們沒有理由說我不接受 而且這個不是第一次 只是現在剛好碰到罷免的這個敏感程度 如果今天不是碰到罷免的敏感程度的時候 我想民進黨他不會提出來 再來做一個描述 這個活動既然被我們有些議員 民進黨議員把他醜化為說 我們耐用公權或是什麼 我跟你講 其實提議 我們基务市很多小朋友他們提議的細胞真的非常非常好 包括我們市長把我們提議班也在恢復過來 本來差一點把他廢掉 那在今年我們已經把他恢復 甚至於你看很多活動 我們基务市的我們這些運動健將 都得了很多獎 所以說我希望我們針對市也不要針對人 然後不要因為市長這次罷免案把他撐進來 上週六 基务市體育嘉年華活動在西一國小舉辦 遭到民進黨議員張志豪貼文質疑 國民黨團召開記者會反擊 但民進黨議員張志豪也再度回應 謝國良市長陣營召開了記者會 幫我們釐清了一些事情 第一看來這場活動確實不是由學校辦的 所以校方應該是沒有違反教育基本法 所以校長可以放心的 第二點謝國良市長陣營說 為什麼綠能你不能 我們民進黨去年也有在仁愛國小舉辦類似的活動 為什麼就可以 我可以告訴謝國良市長為什麼 因為信義國小透過校務會議 制定的一個場務租界管理辦法 這個管理辦法裡面明文規定 不得使用於政治活動 然而仁愛國小沒有這樣的使用辦法 也就沒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為什麼綠能你不能 其實大家都能 只是謝國良市長你們找錯地點了 第三謝國良市長陣營說 這是一個體育活動 不是一個政治活動 這麼巧我手邊就有這個活動的流程表 這流程上面 體育界代表致辭 黨籍議員致辭 許縣長致辭 謝國良市長肯托 投票教學 從頭到尾我不知道體育在哪裡 我只看到滿滿的選舉 滿滿的政治 你們說這是基隆市體育會辦的政治活動 我OK 但是體育會界的這個場地 違反了信義國小的租借辦法 請問信義國小要怎麼開發 體育會舉辦嘉年華活動 藍綠陣營各自說明 要選民自己看清楚 記者黃少鳴 基隆報導 全民主義民來說 你們看著 全民主義教育會 也行 我們要選民